2018年8月31日,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遭逮捕,引爆国内外舆论,但一天后获得不需交纳保障金的保释,并且民州警方给出的逮捕理由是刘强东涉嫌刑事性行为。 这被广泛对照翻译成中文的信心,在事件发生第一时间,警方逮捕时的记录照片,Mark Short,被美国媒体广泛的传播,此次事件未果,但网络一众吃瓜群众吃娱乐PS,新闻结合娱乐,一众网民快把人玩坏了,看看以下随意的P图,你一定既好奇又好笑,这就是无所不渝的网民的杰作。 对于这最后一张P图的大神,我只能说你太猥琐了,这也能P出来,你让东哥平和一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